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 基准量和比较量的核差应用 那这个其实就是基准量和比较量的应用题 大家不用想的太难 我们来看题目 学校举办同军活动 参加的男生有300人 女生人数是男生的两倍 那么参加活动的男女生 共有多少人呢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这一题中谁是基准量 谁是比较量 题目说女生人数是男生的两倍 所以男生是基准量 女生是比较量 这一题的做法有很多 我们先来试试看把女生的人数求出来 再做计算 我们要怎么找出女生人数呢 我们从图形可以看 男生是300人 而男生 是基准量一倍 那女生 是比较量两倍 所以300人是一倍 那两倍是多少呢 所以我们就是要计算300乘以2 就可以得到女生的人数 写成试试来计算 那女生人数就是300 乘以2 那就会得到600 所以女生人数就是600人 那总人数就是男生 300人 加上女生的 600人 就会得到900人 所以 参加活动的男女生 共有900人 接下来我们还有第2个计算的方法 就是找出总人数的倍数 也就是 找出总人数是基准量的几倍 男生是基准量是一倍 女生 比较量 是两倍 所以 男生加女生 一倍加两倍 总共就是 三倍 所以 总人数 我们可以用男生 300人 一倍 乘上 总人数是 三倍 就会得到是 900人 现在我们可以写上答案了 参加 活动的 总共有 900人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例题 有一条长 一万八千公尺的道路要整修 现在已经修好了全长的十二分之七 请问还有多少公尺没修好呢 跟前一题一样 我们必须先找出谁是基准量 谁是比较量 题目说 目前已修好了全长的十二分之七 从这里可以知道 全长是基准量 那修好的部分 就是 比较量 我们来看图形 蓝色 这一条 是道路的全长 总共是 一万八千公尺 那红色的部分 是已经修好的道路 不知道是多少公尺 那全长是 基准量 也就是 是一倍 那已经修好的道路 是比较量 也就是 十二分之七 那么未修好的道路会是几倍呢 因为全部总共是一倍 那已经修好的是 十二分之七 那未修好的部分 当然就是 一 减掉 十二分之七 就会得到 十二分之五 所以 未修好的路 是十二分之五倍 我们把这个计算 写在左边的式子里 未修好的部分是 一 减掉 十二分之七 也就是 十二分之五倍 接下来 未修好的长度是多少呢 那当然就是 全长 一万八千公尺 乘上 未修好的比值 也就是 十二分之五 那就会得到 七千五百公尺 我们可以写上答案了 答 还有 七千五百公尺 还没有修好